这个30斤的鱼呢 也能拿得下 这样就可以了吗 稍微往后拉一拉 往后拉一拉就行 稍微拉一拉就行 剪的时候呢 把这往前面剪大一点 前面剪大一点 你在大桥上撒 前面剪大一点 哪怕你撒网的时候 腰发力不会用 手发力用大一点 这网它也容易撒开 前面剪大一点 就是从小腿啊 小腿肚大便就往上剪 剪的时候往前往前走 剪到往虎口一定要夹紧 不夹紧的话 它就松下来就掉下来 它就变成平头了 也不需要往上提的啊 就说直接往上剪就行了 我看你在剪网的习惯呢 还有些人就是这种的 你老是把这坠子提立地的那种习惯 我感觉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的话 特别网特别容易卷容易乱 而且网 手酸 手酸哈 那你就不要拿那么高嘛 你就放在胸口嘛 下次剪网就放在胸口的高度嘛 你举的越高越酸嘛 这样子 这网剪呢 就是说呢 你这网之所以撒的不是很开 就是因为你的鞋面剪不出来 你继续剪 鞋面剪不出来 腰力量又不够 这网呢 总是撒起来特别勉强 鞋面剪好了 这网轻松就撒开了 撒大桥撒网跟平地撒网不一样 撒大桥只要70%的功力就够了 这个举高了就举高了 举高了举高了 上次举矮一点 以后再弄的的话就是到胸口以上 胸口胸口的高度就可以了 开盗门 好吧最后剪两个斗 这个这样 啊行了三四个斗就行了 三四个斗就行了 一定要拿的时候从里面 对对对 好三四个就行 好提起来 然后把右手的虎口底端放在虎口 这鞋面好像很大 鞋面也不大 挡网一定要挡起来 离离一个栏杆 离一个一米远左右 要不然挡网空间不够 啊对啊 挡网挡起来往后摆要摆起来 先往后摆 来往后摆 这个三十斤的鱼呢也能拿得下 胸口的高度够了 够了 剪的肉的手的往下面拿一点 这样子往前往前面大一点 这边呢拿起来三四个斗 我在哪边拍 拍呢 你是不是可以在那边拍 好 离一个栏杆呢 离一个一米左右哈 啊 往后一把打起来 往前一推 往这边呢 往后挡 往前推 利用惯性 右手用力带着往往左后方摆动 尽可能离身体远 尽量高 好了 嘞 赶紧 unhappy 现在